这几个男人是湖广地区的领导班子 大半夜他们不睡觉 加班紧急讨论一件人情战 夜色中翻台斧台和涅台 低着脑袋站一排 张之洞转着圈子骂不该 全是酒囊和饭袋 圣轩怀来了 人家是来帮忙的 这个忙总不能白帮吧 这一点我和圣轩怀 还有他身后的李鸿章 彼此心照不宣 张之洞和李鸿章到底心照不宣什么呢 不是别的 正是跟张之洞要的一百万任交款 为了填补颐和园的亏空 李鸿章已修建北洋水师的名义 让各地都府众筹 其中分给张之洞的指标就是一百万 一开始张之洞不愿意出钱 可就在张之洞最艰难的时候 身为对手的李鸿章 出手挽救了汉阳铁厂 张之洞自然想投桃暴力 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有所作为 可你们呢 一个个鱼不跳水不动 难道非要人家笑我们穷途陌路 说到这里 他立声询问翻台库存的银子 到底还有多少 翻台一脸紧张 大人能动用的这多五十万 张之洞只是盯着他不说话 翻台更加的紧张 六十万 张之洞还是盯着他 本读给你一秒的时间 希望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翻台只好硬着头皮 七十万 大人再多一两 你拿我的人头吧 张之洞知道翻台浇了石底 便也不再为难 他摸了一下光滑的脑袋 也没摸出银子来 还差三十万 张之洞突然望向巡抚 巡抚私底下倒是做了一些功课 说他昨晚苦想了一个晚上 讲出了一个投钱的办法 那就是以铁厂的名目 办一个实业捐 没等巡抚把话说完 张之洞直接打断 断不可行 老夫办实业 本事为民造福 绝没有实业未办成 先去盘剥老百姓的道理 要说张之洞作为清流的领袖 第一线意识还是很强的 前不久 他刚弹劾了李鸿章的海芳娟 现在轮到自己 巧立名目 搞什么实业捐 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 你用脸说 我还没脸干 我是需要钱 但我不至于打自己的脸 此时一脸凶向的涅台 突然说道 卑职是个粗人 只能有个粗办法 张之洞眼前一亮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 到底有多错 镜头一转 来到武汉 拉斯维加斯的大厅 这里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数十名博才爱好者 正得意忘形地 支着骰子 乍乎乎 众人玩得正起劲 只听一声抓赌 以大群不快和牙抑 冲了进来 赌徒们前夜顾不上拿 慌忙逃窜 现场一片狼藉 可惜所有出口 早已被堵死 满脸横肉的涅台 黑着脸走了进来 早是一圈 十几张赌桌上 铺满了银子和铜钱 心里那叫一个暗爽 这回总算没有白来 赌啊 都多大赌注啊 老爷没多大 小玩小闹 涅台看向身边的赌桌 满桌子除了骰子 就剩下钱了 你管这叫小打小闹吗 涅台随手捡起两个铜板 再掌心颠了两下 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满意的宣布 准备割韭菜 把人哪 都给我放 这钱哪 我就留下了 解决难题的办法 汪王就是这么 朴实无华且粗暴 一夜抓赌 涅台竟然筹集了 二十二万两 加上翻课的七十万两 离张志动的一百万两 还差八万两 此时 胡广总督的衙门后堂 孤鸿明正一脸不愤 因为有个奸商 想让他有偿代写 慕志明 张志动不敢相信 一个慕志明 他要给你五千两 难道我孤汤生的学问 就是为他写慕志明的吗 孤鸿明倒是一脸的不屑 他坚持自己是读书人 要有底线 这种侮辱人格的赃事 就算给一百万 他也不敢 当然如果是一千万 那就凉说了 没想到的是 学问更大的张志动 则来了兴趣 那你该写 只是五千两太少 你应该要个好价 一百万两我也不写 一个穷书生 也不屑为他人写慕志明 何况我孤某呢 张志动也是读书人 自然也知道读书人的脾气 不过他自己倒是挺豁达 你不写 那几回让给我呀 说完便妙笔生花 一挥而就 写下慕志明 八十个字 一字千金 让他给我拿八万两银子来 要说张志动是够狠的 瞧人家八万两 可话说回来 人家愿意给吗 你还别说 人家还真愿意 据说个奸章的老爹 活着的时候名称极差 所以不惜花 重金洗白 张志动出面写的这篇慕志明 相当于地方最大的父母官 给死者歌功颂德 这样一来 还有谁敢议论死者的不是呢 虽然对读书人来说 收这种高价润笔费 不怎么光彩 可是有钱你是男子汉 没钱就是汉子也难呀 张志动为了凑齐这一百万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另外一边 盛轩怀作为国内最大的 红顶商人 财力和魄力都无需质疑 他敢于注入大批的资金 这就保证了 汉阳铁厂的正常运转 紧接着升级铁厂 从德国购买新的链铁设备 甚至连铁厂的供应保障 和销路问题一并解决 现在资金技术产销 全方位一体化搞定 全盘棋就这样下火了 此事库平文银一百万辆 老夫仅待湖广百姓和官员 捐赠于北洋水师 就这样 南北洋之间的纷争 就在这张大额银票的背后 暂时悄悄化为无形 这是晚清第一投机分子 康老板 此时他正在规划 北京城的未来 狭小的空间内 两位大咖短暂的相交 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旧国之路 此刻能和康达人 住在一个标间 张检感觉到很荣幸 毕竟康先生是学术圈 有名的大咖 康先生 您的新学伪经考呢 在下已经拜读过了 不过其中有几处 实在是很难懂 当中有一句啊 真想问问先生 张检这话问的康有为 还真不好见 那么新学伪经考这本书 到底说了什么呢 简单总结来说 就是鼓吹新学 抨击古学 其尺度之大 让朝廷的传统文人 一度愤慨 所以面试没多久 就被朝廷列为 无马尽书 而康有为之所以不回答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康有为 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 自己一边抨击 传统古学不好 一边又跑来多次参加歌举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 人家是吃不上葡萄 说葡萄酸 你是吃着葡萄 还骂葡萄酸 妥妥的喊嘎之交啊 第二是想你同学 十年寒窗苦度 终于要参加高考了 你呲牙咧嘴的告诉他 兄弟啊 高考没有锤子好处 你学的那些知识 也都是扯淡 就算上了大学 也是混日子 毕业等于失业 这样破冷水 很有可能要挨揍 我估摸着康有为 这话要是一出 俩人非得当场 打起来不可 所以康有为 干脆不说话 张简看他玩深沉 也只好不再说话 可转身去看到 身后的康有为 抱着厚厚一大书 往面前捉案上一放 拿出一把锋利的铁锥子 猛利的往下一扎 张简这人 本来不喜欢管闲事 可是看到康有为的 这波骚操作 还是忍不住发问 您这是 这是本人读书的习惯 一锥子扎透几本书 今天就要读完几本书 张简忍不住直呼内行 这一锥子下去 起码扎穿了三本书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 他今天怎么可能读得完 简然 张简低估了 康有为装逼的实力 当天夜晚 睡得轰偏暗地的 张简一觉醒来 发现昏乱的灯光下 康有为还一动不动地 坐在那里看书 只见他揉着自己的印堂 书本的扎痕 也越来越淡 张简脸上露出敬佩之色 牛人就是牛人 看来这次科考 他必会高中 可惜世事难料 考试还没开始 康有为就已经进入了 监考老师的黑名单 听说 这是大清公务员考试的 乐卷组成员 他们分别是本次考试的 主考官徐同 背后的主子是慈禧 考试的副主考是翁同和 背后代表的是光绪皇帝 摆在桌面上的答卷 是这次彼氏海选的前十名 状元榜眼探花 也将从这十人里诞生 在考试开始之前 主考官徐同就宣布了 本次选拔人才的基本纲领 老头的标准很明确 大致分为两招 一要修身养性 二要刷掉康有为 可偏偏事与愿违 徐主考拿起了一份卷子 这份卷子是谁最先看中的呀 是我 那你说说他好在哪里 奇闻气象浩大 精测归尾 徐主考一听 气得脸都绿了 糊涂 什么气象浩大 精测归尾啊 我敢肯定 这篇文章的作者 就是那个狂生康有为 说完 他把卷子往旁边一扔 徐主考这一通训斥 除了副主考 翁同和 其他的人都是一脸尴尬 接着 他又拿起了另一份试卷 老头还没说话 脸上就已经挂满了笑容 这一篇就不同了 以心观万物 以理智时事 知情合一啊 有杨明先生的风范 看来 本科的状元 非此人莫属了 老徐话音刚落 便有几位月卷官 随声附和 徐相会掩饰英才 此篇文章的确属第一啊 此时 有一位月卷官 想趁机拍一下 徐主考的马屁 听说您的高徒 李胜夺也参加了考试 莫非这卷子是他的 这层窗户纸就这样被碰破了 大家以为这次该轮到徐主考尴尬 可没想到徐主考不仅不尴尬 反倒叫的菊花都开了 若真是他的 老夫是内举不必亲 翁童和早就看不顺眼了 以我看 应向皇上推荐这一份 这份卷子 行文平实 见识卓越 此人必有状元之才 现场又是一片尴尬 徐主考从翁童和手里拿过卷子 这份卷子老夫已经越过了 策论太短 翁童和一脸不屑 徐老头你就不要在这掩饰了 你们我都懒得说 你学生的策论 假大空拍马屁 不要说得不着底 就是本科得住 也要道一声奖姓 徐主考没想到翁童和会这样和自己硬刚 气得浑身乱喊 说着就要去找太后评理 咱们太后面前说话去 那么此起将会如何处置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具有别忘了 电赞评论转发 谁这里先行谢过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